行政院今天通过防疫纾困特别预算案 农委会表示 农民生活补贴1万元 农民无需申请 明天6月4号就可以直接汇入农民的账户里了 至于109年未申请或新入会者 可以回邮信封邮寄 邮电或是传真来办理 防疫纾困4.0 行政院长苏贞昌今天亲自在记者会上 宣布百页纾困项目 全程紧盯电脑荧幕上网络记者会直播的总干事黄胜黄 有其关注农民的索困规划 有关于这次的农民索困的补助金 农委会预计在6月10号 也就是明天要播入农友的账户里面 符合农友的资格的部分 包含去年109年度有领过补偿金的部分 那另外在110年4月30号之前 也加入农保或者是职保的部分 都可以领取到我们这个1万块的这个救助金 根据农委会发布这一次农业疏困计划 针对了农与民生活津贴1万元的部分 从明天6月4号起农民无需申请 就直接汇入农民的账户里 日志向农会为了避免届时 大批农民涌入农会询问 而造成人潮群聚的问题 也特别呼吁农民若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自行到ATM刷布查看 那因为他是采直接入账 就是会入到各位农友的这个账户里面 所以农友也不用到这个农会来做申请 现在疫情蛮严重的 所以再次的呼吁就是说 农民若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可以用电话来洽询 而至于109年未申请或新入会者 则可以回邮信封邮寄电邮或者传证办理 另外农委会也进一步启动农业贷款索困措施 提供本金宽环及展演措施 清贷获得申请本金宽环2到3年 以及弹性提高周转金额度等等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 住业